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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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要繼續繼續的營運, 要保持下去, 不要讓他有任何的磨滅 因為這些聲音很重要, 今晚這一輪就是跟我兩個 最後一次, 我屌你啦, 你跟我未死的, 最後一次 你想今晚過了這幾個字之後, 以後會長轉 可能我很快就死了 這樣會的, 我們都開玩笑, 因為今晚都故意不讓嘉賓延伸 為什麼呢, 大家都記得我們中流, 趕走, 我們中完即棄 我們開玩笑, 我們不要這樣得失嘉賓 因為我們節目開始的時候, 去年十月月尾, 只有我們兩個人 撐住, 一直都沒有嘉賓, 後面有些嘉賓 即是你排名先後, 邰逢, 其實是這幾個月才多些 加入, 幫忙做節目, 我們都是非常高興 今集因為我們幾個字時間, 輕鬆鬆的 我們會講一樣的就是, 怎樣去延續香港真的故事 即是真香港故事, 即現在很多有什麼真哥斯拉 其實本來不想用這個真哥斯拉 因為有套戲嘛, 你不知道嗎 因為有很多普選聯盟, 真普選聯盟, 搞了個字好像交了 但你不這樣說是表達不到, 什麼叫真香港故事 因為現在大家都知道, 香港現在是慢慢日漸赤化 即是大家看到我們的社會環境, 生活 大陸就對香港如何進逼 基本上現在你香港, 正常的歷史都慢慢開始埋沒 我們為什麼會做《中流奇俠》這集的節目呢 其實就是用一個軟性少少的手法 即是我們都會講過, 你叫我們幾十歲 三十幾、四十歲走去衝的話, 沒什麼意思 因為有時候, 你說, 為什麼你們只有把口說不衝 你怎麼衝呢? 當你背著層樓, 養著隻狗 兒子、老婆亂, 你怎麼衝呢? 即是你不是說, 你說衝就衝到, 也是一個痛苦 所以也是支持一些年輕人, 很多年輕人出來衝 都放棄前途, 很可憐, 好像生哥哥那樣 一分鐘衝完之後又要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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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所以就說, 大家要在你們的每一個行業各有範疇 盡自己努力 因為小弟袁紹, 我都講過, 一向都旅遊出身 用自己的鎖場, 就是嘗試, 嘗試是將我們香港以前的東西 作為一個導賞團, 在短短幾十集裡面 用一個新派小小小, 或者我們叫做新派旅遊的手法 因為我們不同的前輩那些, 譬如你很多旅遊的前輩級那些 五六十歲那些, 他們是面對香港很多的經歷 看過香港很多的真故事 但你說, 如果到我們這一代, 三十幾四十歲 或者現在那些二十幾三十歲的朋友仔 你說怎樣去找香港的真故事呢 其實是挺難搞的, 因為很多東西都已經失傳了 最簡單的, 你說你的油桶, 都由紅色變綠色 但其實油桶本來是綠色的, 在英國那時候 但因為他多數的油桶, 就在一些公園那裏 很多時候都會跟草的顏色混淆了 所以就後期轉了紅色, 大家可能都聽過 但香港也是, 現在都是油桶以前紅色的 變了綠色, 遮住你的皇冠頭 現在說, 無所不容其極 所以就是說, 我們現在新一輩的人 你找回一些真的香港故事呢 其實挺難的 越來越少 其實挺難的 再加上, 你香港是… 我前一陣子聽過兩單新聞 有一單就說, 男生為喜酒店 噢, 是呀, 勾力嘛 神經病 你說到這裏已經是沒話可說了 你怎麼說呢 男生為喜酒店 你吵有什麼意思呢? 你覺得你吵到嗎? 去要起去都起的 財紅勢大, 動你動你 不過看來都沒有我救 即使你走幾千人出去, 坐在男生為這裡 一萬人坐在男生為那裏 他就要拆一拆 有什麼用呢? 說真的 所以其實都幾悲觀 你男生為這些 男生為是一個真是官僚的地方 每年後僚都會進住在那裏 很多愛好生態的朋友就去拍照 拍照 拍拖 婚紗拍攝聖地 那條情人橋 也是一個香港唯一 仍是人手操作的環水島 即是那些叫船的街島 仍是撐過去 仍是撐過去 還撐過去 你現在是在這樣大自然的地方 你夠膽死你又是什麼學 你說什麼起酒店起歐利 那還有什麼好說呢? 現在還有什麼好說呢? 仍是撐過去 仍是撐過去 仍是撐過去幾次 仍是說你哪個去玩的 仍是挺離譜的 仍是越來越少這些地方 仍是說現在那個年青人 和我們就說 第一 現在香港還值得保留的地方 一定要拍照 一定要拍片 可以的做文字記錄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什麼呢? 口述歷史 譬如現在六七十歲 那些朋友住那些區域 某些區域 其實大家要跟他們談多一點 找回以前香港那些 譬如黃大仙 你找回黃大仙的東西 九龍城 你找回九龍城的東西 諸兒諸女 口述歷史 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item 很重要的傳承的方法 再加上你要看多些書 因為有很多書籍那些都是關於香港 但是你要小心選擇作者 因為有很多作者那些 有些講一些不講一些 好像現在的教科書講到 或者不知道是不是教科書 或者你現在新一批那些所謂歷史 你說到日佔香港時期 全部的功勞是關於共產黨的 但其實共產黨那時是沒有的 1949年才是共產黨 對國民黨 對其他為香港犧牲的 英國的軍人 印度、加拿大那些士兵來香港 以為什麼事行居居居居 什麼都沒有了 然後現在每逢值得幾個日子去貧調 你又不會去播 又不會大事去宣議 當年只是說共產黨萬歲 中國萬歲 所以真的香港故事 慢慢慢慢會消失 還有我覺得大家 看回多一些地區誌 以前其實區議會很多地區誌 其實挺值得看 其實我都可以爆個秘密給大家聽 你說我們有時年紀都不是很老 三十幾四十歲 為什麼會說到好像香港的東西 某些地方好像說得很熟 不敢說全部 因為有時我們都會有一些弱點 就是我們沒有經歷過 你說袁少爺 為什麼不說六七暴動 雙十暴動 我怎麼說 我都沒有經歷過 都是看書 我都是看書 聽說節目有時說雙十暴動 或者說六七暴動 又或者是想我找資料 你和我都是一樣的 現在其實都是一樣的 Google有很多 但是Google有些是錯的 你信不信 你很多東西也信不完 特別維基百科很多都是錯的 所以就是我剛才所說的 口述歷史的item很重要 口述歷史對於那個歷史 就是你會比較立體一點 譬如我跟你說 我們有時坐下都會談研究 怎樣講節目 譬如你說我們講香港的 香港的東西講真 你說中流其入講真 老實地就不是太受歡迎節目 因為你講這些東西很悶 是一定是 講這些東西是很悶的 你講地方 你講那個地方 你講那個景點 有什麼好說 有什麼好聽 所以很多朋友會是 你相對比其他節目 你講是非 講鬼 那些反而多人聽 你看我們有時的雜數 其實我們有時的雜數 講一些古靈精怪的東西 講一些鬼 反而多人聽 講一些是非 扔人 那些是會多人聽一點 其實我經常都跟Elin 談談研究 你正正經經講的地方 講一些發生的 在YouTube 只有二百多人看 那你想想 所以大家的心態不是那麼偏向 認識香港 認識香港的歷史 你又不怪別人的 舊的東西 你一向都不想去理 但我覺得現在 你香港面對這個 所有事情 可能被淘汰的局面 也都會被消失 那大家為什麼不去 在這個還可以找的時候 去找呢 我覺得趁現在 現在他們沒有整理 走到來 就去多些 這些古靈精怪的地方 香港其實是 有很多 對呀 譬如我們節目完 之後 我都會用餘下的時間 都是會 好像遊合那樣 這裡去那裡 拍照 有機會寫下blog 寫下東西 都是會盡自己的方法 保存紀錄 還有我們有時候 我們在工作上 工作上 有時候 我做的那個位置 有時候我們都會 訓練一些旅遊業的新人 有時候 很多人就說訓練很簡單 現在還有新入來嗎 都有 但這行是相對比較難的 因為為什麼 你旅遊業業 你說在香港做一個導遊 這樣賺不賺得到 其實也賺不得到 或者你說 你本身做旅遊這個行業 也都是賺不得到 因為你做旅遊 你不同的貿易 做貿易公司 或者你說 專門做自由行的那些 也有個譜 因為現在很多人訂的 都是上網訂的 譬如你說 你做一個職業 你做IT的 那你一定那個人工 或者你的知識是值錢的 但是旅遊是無價寶 無價寶不是說很值錢 無價寶可以搞到你無價 搞到你無價 現在那個局面 你去到你在香港做旅遊 你訂一間酒店 我們賺別人50元 30元 即是你找一個導遊的成本 或者你找一部車的成本 你標準一點利用 那你做十個八個 都不夠養活你 一個人職員的收入 所以你有時候 你很多做旅遊行業 那為什麼那些人 是不會入行 你入職 你做個旅遊文員 八千元 九千元一個月 我們上集公屋都說過 租劏房都五六千元 還要只有百多呎 未必有一百呎 那你怎麼搞呢 所以也是 舊的老少少那班 即是六十幾歲 有些六十幾歲 還在做導遊 他們都有個黑出來 因為他們那個境界無辱無求 他們還是真心會說 譬如外國的遊俠來香港 都是講真話 譬如李天池 他是上一代遊俠來的 我是下一代遊俠 他也是輕鬆鬆的 他會對這個行業 又是很熱衷 我們都是 熱衷到 將本地遊 香港的東西 熱衷到 將它變為現代的 結合科技做網絡節目 其實都是挺特別的 所以大家聽《中流》 其實會過癮的地方 就是說 你不像一般聽香港 普通 只是講香港的節目 很悶 大家會發現我們好像 帶著大家 走一個真是導賞團 輕鬆鬆 還有我們會結集一些 新派的內容在這裡 即是你香港 香港新的東西 舊的東西 時代巨靈不停在變 你都要變 很多東西都 不是說用舊式那套演繹的方法 去講香港的 所以我們就嘗試做這個節目 《中流其合》 將舊的東西 加上現在新的東西 去演繹出來 這樣就會比較好聽些 用我們白口說 其實換個美女說的話 我想會更加好 更加會多人聽過 下次拍過美女 下次 不要了 不搞了 不做這支舞路辛苦 大哥 不搞了 我的秘密就是 大家會知道香港 有時會熟熟香港的 其實大家可以上網 下載到很多區議會的地方字 多的 其實是看地方字 你看一本地方字 例如你看一個黃大仙的地方字 你便無敵 你對那個地方的歷史認知 是啊 很厲害 你看一個港島區封物字 你便無敵 但在哪裏看 你上網 你打回 例如你說什麼 黃大仙封物字 或者你打回什麼 新界封物字 很多區議會那些等等 他們是放在上網的PDF 下載 我其實看這個節目講很多 其實我很坦白 我都是很多地方字 不是幾樣 即是口述歷史 跟前輩吹水 聊聊天那些 認知多些東西 第二就是這個地方字 地區字 地區字也很重要 再加上現在新派一些東西 新派旅遊 譬如我們認知多新的東西 譬如更簡單的就是 大家都會知道 現在是不是有個港鐵站 剛剛升起黃埔站 何文田黃埔 黃埔比較熱一點 其實你是一個 以前的地鐵站 現在叫港鐵站 其實你是打從一個港鐵站的名字 也可以找回香港的歷史 就像剛才吃飯 我跟你說 其實你在香港那裡 你在香港那裡 求你現在所有港鐵站的名字 你試試每一個地方的站 維高搜尋 維基 或者你Google搜尋 你要發覺 原來每一個地方後面 有每一個地方的歷史 譬如我們說 現在剛剛起的黃埔站 黃埔站 黃埔站 為什麼叫黃埔站 為什麼叫黃埔站 因為以前有黃埔船 還沒有說 有一隻船 但是為什麼不叫紅暗站 因為紅暗火車站在旁邊 所以它叫黃埔站 但其實那個位置 我們都說笑 那裡黃埔站 黃埔站 黃埔站 李家成站 都可以 但不行 因為暫時的港鐵站 也沒有一個名人做的紀錄 譬如你現在很多彩虹站 其實彩虹站 不應該叫彩虹站 因為其實彩虹村 是牛池灣 以前是九龍十三鄉 牛池灣鄉 一個附近的地方 其實彩虹村的位置叫沙地圓鄉 沙地圓鄉以前的鄉村 其實你正常的彩虹站 應該叫做九牛池灣站 又或者你五牛池灣站 又或者你可以 為什麼不叫平石站 又貼著平石 這也是一個歷史 因為牛池灣鄉 在香港的時候可能是那一陣子 為什麼會叫彩虹站 就是很多不同的資料 也有資料 因為是那大地方 全部是那區的地方 是全部是那一期 範圍最多是彩虹村 所以叫彩虹站 為什麼不叫平石站 因為平石建得後過彩虹村 彩虹是一九六幾年 平石是差不多一九七零年 會建好 例如你說黃大仙站 其實你找回背後的故事 其實黃大仙站 也不是叫黃大仙站 照理論照正常 因為黃大仙站那裡 其實黃大仙現在的位置 其實以前全部都叫竹圓鄉 你說竹圓鄉 你沒有根據的 因為大家 譬如你說去普羅吃飯 不是有間黃大仙 在新崗酒樓嗎 下面有一條天橋 樓下有十多二十間那些寮屋村 其實那裡是九龍十三鄉 唯一仲建在其中一個這樣的村落 叫竹圓鄉 在那個小巴站你會見到 其實以前竹圓鄉 就是新崗那裡 就是那個寮屋區範圍 黃大仙廟附近 天馬縣附近 其實那大範圍都叫竹圓鄉 後面因為你之後再建一個黃大仙廟 後來才叫這個黃大仙 駱庫站其實應該叫老虎岩站 因為以前叫老虎岩塞區 但後期因為居民那些在炸營 這樣很不吉利等等 很不吉利 不要叫老虎岩站 叫做駱庫行不行 因為駱庫也是一個逆金 駱庫老虎駱庫老虎 所以駱庫站那個範圍就叫駱庫站 另外太古是樓來的 其實那裡為什麼不叫康山站 因為出名的居民叫太古 所以叫太古 太古在廣島區 太古有很多東西 廠、船等等 現在有太古旅遊 被人熟悉多些 被人熟悉 不知道我說得對不對 就算你說你最簡單 你在香港 你打從香港每一個的港鐵站裡面 都可以找到不同的歷史 所以大家在各行各業 用盡大家的方法 延續真的香港故事 節目還有幾分鐘 有什麼好說 其實沒什麼了 你做這麼久的節目 你沒有感情嗎 你這麼冰冷 沒有啊 很冷血管 你跟聽眾有什麼好說 沒有話好說 因為你沒有教育費 所以要倒閉 你沒有說什麼 老實說 聽眾我們都會說 越罰別人不是老鋒給你的 但我們就是老鋒給做好的節目 因為我們上集也提過 工作也好 工作也好 自己身體工作太忙 還有怎麼會節目停 見到就收 見到就收 差不多收 因為現在 我們其實接近沒有話說 不是沒有話說 你又不要這樣看不起我 香港要說很多話說 但因為我都解釋過 因為你自己的時間 時間控制不好 真的很差 譬如你說 你做節目 你做節目 是要搞到自己 是沒有時間去prepare 沒有時間去預備 身水身汗 這樣衝過來做節目 我剛才剛剛 裙方跌倒過來 所以就是說 我們不想做爛的節目 我們不想做爛的節目 也不是沒有話說 你說要說話大廢話說 我們不想 因為不想做爛的節目 為什麼會大佬 趁它未爛之前 你不要說是不會爛的 爛之前我們已經停了 你收回那個東西 即是不會爛 沒有爛過 因為我們只是趁 見到就收 不是說 我們都要對聽眾有交代 你不是說 你個人狀態又不好 你又在那裡押著節目 押著這半個小時時間 這樣沒什麼意思 不如停了 自動收費 我們自動收檔 我都在那裡感激 這十個月來 這十個月來 不久一年了 這十個月來 支持我們中流奇俠 喜歡聽我們的演藝 喜歡聽我們的節目的聽眾 尤其是有交月費的朋友 我們已經很難頂 你還要交月費給我們 你們真是很愛我們 很愛我們 我們都很愛你們 當然也是 再多謝MyRadio的幕後的同事 其實他們都很辛苦 我們每個做節目 你在那裡說完 他要後期製作 又放一段片出來 很多事情要搞 這十個月 感激大家 感激支持我們的聽眾 多謝MyRadio 給我們一個機會 玩了十個月 開心心 節目時間也夠了 後會有期 我會差點說後會沒有期 哈哈哈哈 怎麼會理你 臨尾搞這些事情 臨尾突突 是不是 好吧 節目完 今天收了有期 多謝大家 拜拜